广场舞散场后 三轮车撞倒老人当场逃逸 见义勇为的群众拦下赵世哲 他竟再次趁机溜走 车辆经过改装 金属划钩隐含驾驶员职业信息 车厢发现作业本 模糊字迹 解开赵世哲真实身份 遗失的作业本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2年5月9号晚上 我们六点过午吃了晚饭 他就去跳舞 跳个舞就跳个一个多小时 2022年5月9号晚上8点41分 一谋全的老伴徐某琼 跳完广场舞 领着外孙穿过 滨江大道马家巷路口的人行横道 准备回家 断马县已经都要过完了 我过断马县的时候 我两头都看看 我在后头走上 我就两头都看了一下 没得折 忽然从大桥底下 就过了一个电瓶山林 他又没停 我们外人还在打招呼 拿右手 他就拿右手喊快停快停 意思就喊停嘛 司机没有顾及徐某琼 减速停车的示意 三秒钟后 事故发生了 他没停忽然就冲过去 他就把我外人就撞到地下 我看到耳朵鼻子都来血 我就喊个山声 没得影响 我看到他没停 就趁出去抓 会抓到 他就把我外人就撞到地下 好车子 没停就跑了 我就去追车子去了 我在那个少师逃一走 那个山人车后面 看见那老头就跟着他撵 撵不着嘛 别人其实骑着山人车 他是一个老头嘛 跑路怎么跑得赢嘛 我就说我说你不用去跑 我说我去跟你撵 我去跟你追 接下来我憋他的时候 他就绕了一下 他去还想跑嘛 晚上8点42分35秒 热心群众萧波追上了肇事逃逸的三轮车 但三轮车司机并没有停车 而是开上对象车道逆行 继续逃逸 最后我又绕他一下 憋的时候那个散热车已经就是说 有半遍散热车 门子都已经是离地了 直接把他憋停了 憋停了过后 散热车还是想逃跑嘛 我就下去 下去就把那个散热车的钥匙给他取了 取完钥匙后 肇波才发现肇事司机 是一名60岁左右的女性 当时我问了他 我说你为什么跑 他说我不知道 我没听见 我说你撞了人 你应该知道 他说没看见 目睹了整个事故过程的肇波 不由他辩解 执意把他带回事发现场 此时 徐某琼躺在地上 已经深度昏迷 不省人事 义募全已经拨打了急救电话 肇波则拨打了报警电话 我们刚到现场 和120救护车擦肩而过 因为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可能先拿120救护车的 为什么呢 救人是第一要务 肯定要先救人 打个一分一秒都很关键 到了现场之后 我们就看到了一辆三轮车 在马路的岩石上面 然后经经了解 是一个三轮车 撞了人之后 然后我就问了 三轮车驾驶员去什么地方了 群众们都说 他是去那个 跟那家属一起到医院去了 当时还有没有其他人 多少人我看得到呢 看到了 你说还有人去追啊 就是我 只有你个什么 还有没有其他人去忙忙呢 那个老头 原封决定保护现场 马上勘查 尽快提取有效的痕迹物证 现场有一堆血迹 结果在看到现场的过程之中 就接到那个家属那边 打过来的电话 就说这个三轮车驾驶员 从医院已经跑了 此前 急救人员把徐某琼 抬上救护车后 一抹拳要求肇事司机 也随车前往医院 然而到医院后 由于徐某琼伤事严重 家属的注意力 都在配合医生的工作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肇事者从医院里消失了 他是第一次跑了嘛 跑了没跑掉 被群众抓回来 然后他第二次又跑了 这个情况下 我还没遇到过 这是第一次遇到的 医院监控显示 当晚9点07分 医护人员把伤者 从救护车上抬下来 推进急诊室 肇事者和易某拳 也紧随其后进了急诊室 进入急诊室后 易某拳马上给女儿 拨打了电话 同时他发现 肇事者悄悄地走到了 急诊室另一个门口 便急忙把他叫了回来 一分钟后 易某拳跟医生去签字 肇事者见周围没人 趁机出了急诊室 出了事之后 他逃逃逸 我觉得不主动 不积极 想逃避责任 没有担当 我们心里面对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是很恼火的 因为交通事故它是一种交通意外 就是意外情况发生的 但是如果你跑了 我的心智就变了 这个事情我肯定要把人抓回来 必须把他抓回来 不然这个没办法 给当时伤责的家属进行交代 肇事者一路小跑 到了医院大门外 上了一辆后客的出租车 通过我们调取了医院的监控录像 就发现这个三轮车驾驶员 从进医院到出医院 总共只在医院停留了三分钟 并且他跑的时候是迅速的快跑 一直到医院的大门口 上了一辆出租车 扬车而去 通过视频侦查 民警很快找到了 肇事者乘坐的出租车 肇事者上车后 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身体前倾靠右 连转向车窗外 一路上始终保持这个姿势 他既避免与司机过多交流 也有意躲避司机的视线 当天晚上 我们找到出租车师傅 了解情况的时候 他说的是到茶坏园小区 但是我问他 我说他确定是在茶坏园小区下的车吗 他说不是 就在四环甲附近的下车了 当时我在考虑 他为什么在上车的时候 要说到茶坏园小区 然而他下的地方 并不是茶坏园小区 民警分析 赵试者上车后 下意识地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地 但为了躲避警方侦查 他在中途下了车 从赵试者下车的地方 到茶花园小区 有将近四公里的距离 而且这个小区 常住人口一万多人 想要快速找到赵试者 难度可想而知 经过我们现场勘察 现场有一个 这么一小团的学技 造车是一辆三轮车 与行人 碰到之后 直接就从南门方向跑掉 经过这些群众 把他追回来之后 车辆在现场流动 现场去的时候 车辆就是这个 然后现在这个人 已经跑掉了 没有任何能够 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现在我们的思路 大概就是以车找人 交通事故一般 都是两种思路 以车找人 以人找车 如果人在 那我们就去找车 我当时还想 这个车在 那我就只能去 拿车去找人了 当时我们就是 把这个思路定下来之后 就对车辆 重新再去 直直继续 重新看它一遍 这个特质 就是我们在现场 事故现场找到的 三轮车 三轮车是一个 电动三轮车 然后当时我们找到之后 发现这个车子后面 没有排到 没有登记 没有什么信息 然后我们感觉 当时就有点 盲目的 因为这个东西 什么信息都没有 然后我们就得 从车里面去找 这个三轮车 是没有在我们车上管理所 进行登记入户的 然后车上 又没有任何信息 又没有留下 他又没有电话 名字 联系方式都没有 不过 与普通三轮车不同的是 这辆车进行了简单的改装 车后箱上 焊接了几个金属支架 这些支架上 还挂着十多个金属挂钩 根据这辆电动三轮车的改装特点 民警对肇事者的身份 有了新的推断 并由此增加了新的侦查方向 我们当时推测的车辆 它就是应该是那种油伤 就是小商小贩 就走间穿巷的 卖猪子当中小商小贩 因为现在我们流行用了个电子支付 它会不会在上面来 把它支付的二位码挂在上面 因为现在这是实名制 好 我当时我就 第一时间我说赶紧 我们去停车场 就是我们事故停车场 我们就赶紧去 把车找到去 重新在这种车里面翻一遍 找有没有什么口音的线索 然后就找它这二位码都没有 当天晚上我们就立即赶赴到 查幻院小区 12347 1717区问 去问当时的门卫保安 以及当时的群众 问他们有没有见过这种车子 在他们小区附近 他说从来没见过这种车子 我们又跑到市场周边 就是正好那事故地点 可能就三百米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边叫南门市场 因为他那种煞轮车 所以有可能就是他们卖猪肉去打猪肉卖的那种 很早 然后我就就近去找那个市场的那些当时管理员 他们开市场的这个管理员 去问他们 因为在街上特别是市场里面 比如说那些市场里面很多 你是卖了那种菜呀 他们都是拿到那三轮车 就太普遍 太普遍 他也没有什么印象 请问一下 你认识这个人吗 就是在市场卖肉的 就在你们这里 这一专卖肉的 那么大 既然我从他的去车方向找不到 从来车方向我再试一下 然后我们去调监控查找了一下监控 他过来的时候八点过了 已经趴那个时间点 时间点卡的时候 过了很多很多煞轮车 那个时间点又是很多下班的 回家的 以及什么样的 他们的煞轮车很多 我们基本上都看不见 经过连续五个多小时的工作 人和车的走访排查均无结果 但对于民警来说 这注定是一个忙碌的无眠之夜 就在我们在走访的过程中 家属联系了 医生说已经没有救了 已经宣布临床死亡了 应该是手术都还应该没有做完 人已经完全不行了 5月10号晚上2点多 2点17分 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我妈妈是一个很伟大的女人 很坚强的一个女人 但是真的 这一切天翻地覆 再也回不来了 和谐的温暖的 花生笑语的 再也没有了 这个事情对我们家 真的是很大的打击 与其说肇事者毁掉了我妈妈的生命 倒不如说 她毁掉了我们整个家庭 该起案件发生在我们滋壤市主城区 围观群众特别多 犯罪嫌疑人两次逃跑 性质极其恶劣 人民群众要求公安机关尽快破案 严惩肇事者 那个上次你们认得到不 说的是这一堆的 就是这一堆的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叫所有的电话有没有的 有 我有 有 找死者抓住你 刚说这是死者 家都住在附近 并且他周围的人都认识了死者 他出事的地点离他家 那房子就只有20名的楼 去那地方很近 当天有很多老百姓 都知道这个事情 也都知道当个人跑了 所以说当时我们压力还是很大 5月10日 民警对赵氏三轮车 进行了第二轮更为细致的勘查 并且有了新的发现 中文里面翻了有 七八个十来个本子 让小学生做一本 还有一本字典 虽然这些作业本和词典 看上去有些破旧 但因为他们是在 赵氏车辆驾驶员坐垫下的 箱子里被找到的 所以民警分析 他们应该不是随意捡来的 而是赵氏者有意保管的 这里面很可能隐藏着 与赵氏者有关的线索 这是一个拼写练习的作业本 尽管封面上没有学校的名字 但写有班级2.16 学号51 教师王老师 以及一个字迹不太清楚的名字 三个字里能看清原性和中间一个字 但最后一个字无法分辨 如果这个作业本与赵氏者有所关联 那么找到作业本主人的难度 要低于视频侦查的难度 所以警方把接下来的侦查重点 放到了寻找作业本的来源上 老板 你知道这个垫子有没有这种笔记本 有这种样式 但是不是这种图案的 也是左边翻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垫子的本质类似吗 我们为了很多文具店 学校那边那个文具店 人家都说从来没有卖过这个本质 我想那个本质不一样 这些文具店有没有卖的本质是哪里来的呢 然后我就跟领导汇报 领导说 然后我们就马上联系每个学校那些 就是分管他们这种教务那些 他们后期嘛 分管这个本质 我们就把这个本质就发给他们各个学校 很快 警方收到了滋阳市燕江区一所小学的回复 比较教务处的是说 这个本质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一个企业家 就捐赠了那么一批本质 他们 他就是捐赠了这一个学校 只捐赠了这一种的本质很特别 确定了作业本来自于哪所学校后 民警根据作业本封面上的信息 进一步把排查范围缩小到了16班 这个班的班主任是一位姓王的老师 班里也有一位姓袁的同学 你平时住到哪里在 水中东东嘛 你平时跟着哪个在 来来来来 是外公吗 随后民警让原同学 对公共视频进行了辨认 等着这个出来看 是不是你奶奶 你看这个 你奶奶叫什么名字 结果孩子确认视频中的三轮车驾驶员 是自己的奶奶黄某英 当时我们心里面一想过 对了 好了 我说这个事情就很好办了 然后我就通过他们老师 跟老师说 联系那个小孩子的父亲母亲 就联系他们 通知他们到学校来一趟 来一趟 这是原警 爸爸嘛 对 老婆的妈妈 老师你好 我们实际上是更安静 交警局是一大人 你妈这儿叫哪里 黄某 我妈我这儿 黄某 不晓得 你妈这儿叫哪里 昨天晚上我打电话又打不通 你妈这儿叫哪里 比如多长时间你打不通 他平时住哪里 平时他住哪里 那边才是上来 那边才是上 这么住草花员 草花员那边有房子 草花员那边有房子吗 草花员那边有房子吗 有 然后就问他 就是让再通过他 再确定一下这个车辆 确定这个车子 就是他们家的 他是他妈的 这是他妈 我说马上 给你母亲打电话 结果他一拨电话 电话就拨不通 就没打通了 我们就问他 昨天晚上你母亲 和他们在不在一起 他说没有 随后 在黄某英儿子的带领下 民警找了几个 他可能藏身的地方 但都没有发现黄某英 妈 这回我问他的时候 找到他的时候 我说你还有什么地方没有 他确实没有了 他只有在这两个地方住 然后我就想了 那个人不可能消失的 然后我就想 让我再问他 我说你再想一想 你妈还有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住 可以呆的地方 当时他反应过来说 哦 好像还有一个地方 最终 民警在茶花院小区附近 一个废弃多年的养鸡场里 找到了黄某英 我说事情不跟我说嘛 小平我们找你做啥子 我们是治安市公安局 交通知数已达的 小平我们找你做啥子 为什么来找你 你三十个就烧出来了 那二百我都差 第一时间你给我买个电话 我们来发生东西 昨天晚上啥子吃 就走到那个长虹馆堂 长虹馆堂哪里吗 对 走到那个老太婆 走到那个啥子 走到那个老太婆 走到那个老太婆 对 那个老太婆是走的路吗 开的车 他走的路 你呢 我就骑的车 骑的啥子车 骑的是人车 像你这个里有些什么东西 我有卖肉的工具 卖肉的工具嘛 对 挂了一勺子 在那里连环 就给了行不得 有 有 有 你为啥子要跑呢 说死法 那一龙骑门搞清楚了 地盘就跑了 别把你连住了 找到他的时候 他还是很平淡 通常的言行局在说 他没有感觉这个事情很严重 我估计他应该是法律意识不强 他当时也不知道那个人已经死了 我们是后来回到我们班区 都在告诉他人已经死了 他当时感觉他说 他也认 他确实是撞了人了 该陪他就要陪 配合我们的工作嘛 为什么你第一次跑了之后 被那个热情运动给抓回来之后 你第二次为什么还是要跑呢 这是身份证 手机没得点的了 那你走的时候 那时候有没有跟那个家属说什么呢 你说你有没有跟家属说 或者跟医生说 就说我要回家拿身份证 怎么样 说了没有 当时没有 没有 那有没有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姓名 住职这些 没有 那为什么从当天晚上 一直到我们 找到你的时候 你都没回去呢 本来随时又大了 天气又热 我就热不得热了 本来瓶上热了 脑壳就疼 加上那天事情 那么多把人也撞到那么老后 我那个 那当时的情形 不知道 说说啥子也不晓得 就没有回来了 王沐英1964年生人 是当地一名销售猪肉的油商 2022年5月9日晚上8点多 他像往常一样卖完猪肉 驾驶电动三轮车回家 当行驶到滨江大道马家巷路口时 他撞到了 正在过人形横道的徐某穹 那个脱脚一瞧了前面 我让人家插了眼睛 比较清醒走到桥底下就是 东门大桥上桥 还有最后最大的撞到 人家 那个时候真是吃梦的 什么都不知道了 黄沐英害怕承担相关责任 和经济赔偿 当场选择逃逸 结果被鉴于用为的萧波拦下 之后只得随同伤者家属一起去的医院 在急诊室 黄沐英听说伤者伤势严重 害怕无法承担高额赔偿 于是趁伤者家属不注意再次逃逸 他开始想直接回家 但又怕被人发现 于是半途下车躲了起来 反正这个内心是说欠了人家一条人民 实际是对不起他们家人 太亏欠他们了 下辈子我做牛做妈的来 我跟他不上这份身事 我那天我都是非常的惭愧对这个事情 2022年8月 黄沐英对死者家属进行了经济赔偿 并取得了死者家属的谅解 2022年9月15日 四川省滋阳市燕江区人民法院 依法作出判决 被告人黄沐英犯交通肇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当时我没什么想法 我该帮忙忙就帮忙 进到我市民的责任就行了 要步这边放上来点 以后遇到这种事情 还是要吃出原始 只要能帮助就帮助 在帮助范围当中 基本上还是可以去帮助一下 2022年9月30日 四川省滋阳市燕江区人民政府 受遇萧波同志 四川省滋阳市燕江区建议勇为公民 荣誉称号 四川省滋阳市燕江区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